哈喽这个是大教科书中的中国 达罗斯之战之后被阿巴斯王朝掠去的中国俘虏不少有造纸工人 于是阿拉伯人在撒末尔汗地区开设了造纸厂 用中国的造纸书造纸 中国在这场战役中虽未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但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造纸书 在中亚西亚欧洲的流传 对文明的传播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中国史瑜伽普通哈喽这个斯坦历史教科书认为 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是中国战败退出 以后阿拉伯政权在中亚地区的扩张 以以斯兰教在哈喽这个斯坦的传播 苏联时期哈喽这个斯坦作为加盟共和国 没有独立的外交权利 长期属于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状态 在哈喽这个斯坦独立后 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 哈喽这个斯坦通过并实施了文化遗产计划 充满了欢愉